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上真正不能忽略的就是这个精神上的训练 精神上的训练 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 不叫精神的训练就叫做修心 就是修慈悲心 不叫慈悲心的训练 但是实际上就是一种训练 我们物身伦哲 比如说它本来也就有一点点慈悲心 那么如果它希望这个慈悲心 层次稍微再高一点 这样子的话 那方法是什么呢 方法就是训练 方法训练 那我们学佛的人也是 我们学佛的人 如果我们向我们的慈悲心 要更光 更神 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要去烧像拜佛呢 不是 烧像拜佛不一定让我们生起这个慈悲心 那我们是不是要求佛呢 求佛当然有帮助 我们祈祷释迦牟尼佛 七亲佛 菩萨 让我增长 智慧有没有帮助 肯定是有的 有的 但是也不是全部是求佛和七亲佛 七亲佛可以的 求佛可以 祈祷佛菩萨 没有错的 有没有帮助 有帮助 但是呢 我们自己不学习 不修心 光是求佛 光是这个祈祷 还是不行的 还是不行 所以呢 我们 昨天我们讲过了 比如说 我们要中华 这个 那么首先需要有这个华的中字 然后呢 文读诗读啊 他们也帮 他们也会帮 会帮 会帮助我们的 但是呢 你如果没有这个中字 那么 文读啊 诗读啊 空间啊 什么再 这个条件 再具备 再成熟 都没有办法的 同样的 我们自己要努力 自己要努力 自己要 仅仅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求佛 七亲佛 有没有帮助 很有帮助 但是我如果自己 什么都不做了 什么都不做 如果我把全部寄托给佛 佛让我们怎么样 就怎么样 实际上我们的七道文里面呢 有没有这样子 有 我们一切都这个寄托给佛 菩萨 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根本的上师 有没有 有 但是这个就是表达我们对佛的一个前称 我们对上师 我们对善知识的一个前称而已 实际上 是不是我真的是 就像这些游戏 七道文里面讲的一样 我把全部寄托给佛 菩萨 上师 然后我什么都不需要做了 那实际上不是这样子 实际上还是要自己努力 所以我们要去训练 要去修心 这样子就才会 修心 我们的修心才会有增长 这样子 所以自己的努力是最最最最重要 如果我们 释迦牟尼佛真的是 不像其他的我们时间的神 时间的神 如果他有这个能力 让我们全部的人 变成佛的话 他不会给我们提任何的要求 他不会给我们谈任何的条件 他一定会无条件地让我们成佛 所以如果释迦牟尼佛有这样子的能力的话 就在这个世界上 今天不会有任何一个翻覆的人 今天我们大家都是佛或者是菩萨 绝对是这样子 因为佛大赐大悲 我们不需要去祈祷 会的 但是我们这个世界上 还是有这么多的受苦的众生 地狱还存在 恶贵道还存在 动物还存在 我们人类还有这么多的 这个有饥饿 有文艺 有战争等等 这还不是存在吗 都存在的 所以我们如果相信某一个佛 或者某一个神 让我们全部 这个最后 让我们全部 要变 让我们全部解脱 这个是不可能的 如果有一个这样子的神 那他为什么现在不让我们全部解脱呢 为什么他让我们继续在这里受苦呢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什么用呢 让我们这样子受苦 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佛教认为 没有这样子的神 没有这样子的神 还是要自己努力 所以我们首先 我们必须要接受 这个训练的方法 肉体需要训练 精神更加的需要训练 这样子的神的神 殿命的神 是神的神 神的神 某把伤神 这可是神的神 神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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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神